2024年5月16日 今次是討論可伯和新河太 他們就昨天在東章西網所謂的結局編 訪問的結局編 上一段影片我用東章西網 在媒體營運的角度去講 我認為他們在處理這個話題上 是有一點進退失據的地方 雖然花生熱度炒得足 但問題是有些事情他們不敢再轉入 所以始終會令到一些事情 都沒有揭發或者讓出來 今次這段影片是純色花生 好嗎?純色花生 昨天他們的訪問 我在Youtube也有看到 因為東章西網 他們就習慣了 將他們的訪問 十分多鐘左右 剪開兩條影片 一條四分多 一條五分鐘 當中我想探討的一件事就是 阿新何太和何伯 甚至乎他的兒子 我覺得都進入了一個情況 就是什麼呢? 就是妄想避害症 就是妄想避害症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你們發覺 可能你們身邊有一些人 或者你們留意到一些身邊的人和事 其實他們明明可能是 最惡的一方 或者他們明明是問題的製造者 但是當如果有一些人 或者有一幫人 他們去提出 你這樣做好像不對 或者你們這樣好像有些問題 的時候 而當他們可能因為 就是理念一致 價值觀一致 好像阿新何太那樣說 他們就會形成了 就是同一個的 結成了同一個的團體 或者同一個的聯盟 那再而進一步 就是產生了 就是他們妄想被害症的狀態 我覺得 在這個何太的位置上面 就是 新何太 充分發揮出來 就是他昨天接受訪問的 那個說話內容 我自己老實說 我也是說那一句 第二集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是一個公關災難 就是來到第三集 我只能這樣說 就是更加災難級的表現 災難級的表現 有很多內容 是完全是泛駁的 例如當中 他提及到這隻話 因為他結了一次婚 然後何百就是第二次的婚姻 因為他上一段的 他的婚姻感情就是被人打 是吧 他也提及到 就是他一直以來 都打算算了 照顧個兒子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抱著這個心態的時候 你又何以為何 第一次見到可百 你又會去叫可百 介紹的男人給你呢 究竟你本身 一開始 你對可百 就是 就已經是 很誇張 還是 還是 其實根本你本身 在街市裡面 就有意中人 叫可百 因為你知道可百 在到處打枕 是吧 就想借可百 把口 就作為一個 的媒人 是吧 這些呢 就只有你才知道 這個完全 就是犯駁了 就是他說 就是 他想著照顧個兒子就算了 因為呢 就是他對愛情 都有點驚恐 是吧 完全是犯駁的 就是呢 這些是根本說不通的東西 當然 你可以從一個 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的 就是認真說一句 因為始終是新何太 就是他的教育程度 就絕對不高 就是 而他的文化 那個水平 亦都這樣說 真的都不是很高 如果我很客觀地說 他讀得 就是讀得書少 我相信沒有人反對 對不對 正正這兩句說話 就是客觀地 他陳述說這件事 那所以導致到 他邏輯 邏輯 產生謬誤 或者邏輯混亂 那這個也是 你沒辦法的 是吧 那如果我是 很正面 就是這樣去說 OK 那好啦 那跟著之後 當中他最激段的那一段 那一段 就是令到我 就是 我一邊笑一邊看 那他一邊說 他在哭 不停狂哭 就說 我一定要 看到現在搞成這樣 我一定要支持 阿可伯 新何太是這樣說 是不是 他就覺得 就是我一定要支持阿可伯 阿可伯 當然是叫他 不要哭了 這段畫面 多麼感人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你想一想 究竟是誰撐誰呢 阿可伯 他去拿錢 拿不到那筆錢 是原本想著拿來做什麼呢 是原本想著撐阿薩何太你 整件事就令到我想起 就是拉蕙哥那套戲 就是阿謝天華 這個黃秋生 就跟拉蕙哥 有一段對話 黃秋生就說 我就派你去做臥底 誰知道他們又派你來做臥底 又再臥回我 那究竟你是哪一邊的臥底 完全可以套用在這個事情身上 阿薩何太太 阿可伯 最先就想著撐阿薩何太你 所以就想著拿錢出來 誰知道就拿不到 然後就谷鬼氣 找東張西望 現在就變回阿薩何太太 就說要撐回阿可伯 但是最開始的時候 阿可伯就是想著撐你 那究竟我想問 現在是誰撐誰呢 是不是 那件事就是好笑到這樣 又是一個完全邏輯 邏輯混亂的地方 究竟是誰撐誰呢 我真的不理解了 是不是 喂 最開始阿可伯就是想著 拿一球東西 跟你搞生意 新何太靚湯 或者不知道什麼 上大陸地攤煎牛扒 不知道你們想怎樣 是不是 那現在到的結論就是 居然阿可伯 你說你是撐阿可伯 我真是拗頭 可伯正在撐你 其實真相是 是吧 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最重要 就是說賣金額的問題 即是那對龍鳳鴨 他就說因為撐阿可伯 那把龍鳳金額 龍鳳金額就賣了七皮東西 虧了兩萬 我真是很想問 如果新何太 你是有打工 你是有打工的 那就是有錢收 有賺錢 用不著賣這對龍鳳鴨 是不是 喂 現在你兩夫妻連著兒子 大家是進入了一個狀態 就是叫做吃山崩 是不是 就是 事情不做 最近因為自己變了明星 是不是 事情我們不做了 我們呢 為了生活 我們盡量看看有什麼 就賣了 是不是 喂 你說好的 要賺錢養他 是不是 你十八歲的兒子 說好的 要賺錢養他 去哪裏 是不是 喂 你可以打工的 站在可白的角度 是不是 你自己拿來的 為什麼你不讓新何太打工 是不是 你本身也是在街市見到他 是不是 為什麼你不讓他做街市炒散的本行呢 是不是 好了 站在新何太角度 你這麼愛可白 是不是 為什麼你不出去打工 是不是 是不是 又或者為什麼你不叫可白去打工 哈哈 做空間都可以 是不是 立即考個牌 上一天還是兩天 忘記了 是不是 喂 這樣而已 為什麼不做這些事 是不是 然後去想就是賣東西 是不是 這麼簡單 邏輯完全是有問題的 這些 這樣再繼續下去 老實說 可白 你也聽過 就是 賣腎 可以換iPhone 是不是 這樣賣法 你知道你都沒有什麼 可以再賣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隻標 上次阿何太也很清晰說 不賣住 是不是 即是終歸都會賣 如果你們這一家人 保持著不做事 是不是 保持著不做事 保持著做食三賓 繼續仍然當自己是明星 是不是 想要新活費 賣東西 是不是 首先 阿何太 阿何太本身自己手持的那些 就是朱義盛 可白 你買給他那些才是值錢的 那些就買到錢 但是 之前 我當你 我當你 總共買了四十六萬的東西給他 那你買出去 都要打個折 是不是 我當 我當 三十萬 好嗎 那三十萬可以撕到多久呢 半年 是不是 撕到半年 撕到多少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喂 之後呢 之後怎樣 之後又要再賣東西 到時 可白 你也說 你的能力很強 很多年輕人都不夠你來 對不對 可能阿新何太就向你開刀了 你都要小心這件事 對不對 對不對 尤其是你現在這麼孤立無緩的狀態 打電話給你子女 又沒有人聽 他們又不會主動找你 對不對 你遲些沒了個腎 沒了不知鞭屁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 在昨晚這個訪問 真的聽到搖搖頭 那你說當然 阿新何太 他兒子 或者可白 有沒有其可憐之處呢 當然有 但是 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講 就是 對 可憐之人 必有其可恨之處 對不對 就是你們 有某些事情 其實你們的邏輯混亂 觀點是錯誤 價值觀是共同錯誤 所以 做就到有些事情 有些決定 你們是 完全做錯 對不對 這個又是一個 未來香港 將會經常見到的問題 來的 今次只不過 主角就是 可白和新何太 下次那個故事主角 可能就是 陳伯 和新陳太 是不是 下次呢 可以淋淋種種很多 所以 今次希望 東張西望 我希望 東張西望 會再有追蹤 那件事 大家拭目以待 都是說一句 好嗎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HELLO MEDIA 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盡快訂閱我們 焦點FMTV 同時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訂閱 留言 和分享 你們每一個支持 對我們的發展 都相當重要 接下來是我們的五周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曹口庸》 《黎你阿晋的大師》 《喬喬天》 《曹口庸》 《暗門的百分子》 《光澤》 《中華》